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这个故事是讲述一个飞行员 他因为一个飞机的失事 他被逼降落在撒哈拉沙漠里面 书里面有一句很经典的对白 是这样讲的 狐狸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其实很简单 只有用心才能看见 事物的本质用眼睛无法看见 其实里面是讲一个爱和怀疑的张力 其实很多事物的本质和真正的价值 用眼睛看不到 要用心才能看见 我鼓励大家多些阅读 因为在书本里面的世界很丰富 也充满了很多其他人很精彩的故事 423世界阅读日 愉快阅读 光眼世界 2014-15年度的年轻作家创作比赛 将会在四月底摄受报名 大家要么切留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